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催化剂温度传感器电路故障 组二 传感器二 是什么意思 此诊断故障代码 DTC 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 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了催化温度传感器 斯巴鲁 福特 雪佛兰 吉普 日产 奔驰 丰田 稻奇等的配备OBDR的车辆 右括号点 尽管是通用的 但是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 型号而异 催化转化器是车辆上最重要的排放设备之一 废气通过催化转化器 再次发生化学反应 该反应将一氧化碳 CO 碳氢化合物 后 核弹氧化物 NOX 转化为无害的水 HRO 和二氧化碳 CO2 转换器效率由两个氧气传感器监控 一个安装在转换器的上游 另一个安装在转换器的下游 通过比较氧气传感器 O2 信号 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PCM 可以确定催化转换器是否正常运行 标准的高催化剂前 O2 传感器将在约0.1到0.9伏之间快速切换其输出信号 独数0.1伏表示稀薄的空气 燃料混合物 而0.9伏表示浓混合器 如果转换器运行正常 则下游传感器应稳定在约0.45伏的电压下就绪 催化转换器的效率和温度起头并进 如果转换器正常运行 则出口温度应略高于入口温度 过去的经验法则是华氏100度的差异 但是 许多现代车辆可能不会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 没有真正的催化剂温度传感器 本文中概述的代码所指的是氧气传感器 代码的气缸组2部分只是问题出在发动机的第二气缸组 其不包括气缸No.1的牌 传感器2是指安装在催化转化器下游的传感器 当PCM在气缸2催化剂温度传感器2电路中检测到故障时 设置故障代码P043A 代码严重性和症状该代码的严重性为中等 P043A发动机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 发动机检查灯点量发动机性能下降燃油经济性增加排放增加原因 造成此P043A代码的可能原因包括 氧气传感器故障接线问题排气 燃油混合物失衡PCM PCM编程错误诊断和维修程序 首先 目视检查下游的氧气传感器和相应的接线 查找连接是否松动 接线是否损坏等 此外 还要目视和听觉检查排气口是否泄漏 排气泄漏会导致氧气传感器代码错误 如果发现损坏 请进行必要的维修 清除代码 然后查看是否返回 接下来 检查有关此问题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如果未找到任何内容 则将需要逐步进行系统诊断 以下是通用过程 因为此代码的测试因车辆而异 为了准确的测试系统 您需要参考特定于车辆品牌 型号的诊断流程图 检查其他故障诊断代码 由于发动机性能问题 可能会导致空气 燃料混合物失衡 因此通常可以设置氧气传感器代码 如果还存储了其他故障诊断代码 则在进行氧气传感器诊断之前 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 检查传感器的操作最好使用扫描工具 或更加的试拨器来完成 由于大多数人都无法使用试拨器 因此我们将使用扫描工具 介绍氧气传感器的诊断 将扫描工具连接到破折号下的ODB端口 打开扫描工具 然后从数据列表中选择Banker Sensor 2的电压参数 使发动机达到工作温度 并以图形模式查看扫描工具上的传感器操作 传感器应具有稳定的0.45V读数 且波动很小 如果响应不正确 则可能需要更换 检查电路氧气传感器产生自己的电压信号 然后将其发送回PCM 在继续之前 您将需要查阅工厂接线图 以确定哪些导线 AutoSong为许多车辆提供免费的在线维修手册 而ALLDATA DIY提供单车订阅 要检查传感器和PCM之间的导通性 请将点火钥匙转到关闭位置 然后断开OR传感器连接器 在PCM上的OR传感器信号端子和信号线之间连接一个数字欧母表 点火关闭 如果以表读数超出极限 OL则PCM和传感器之间将出现开路 需要对其进行定位和维修 如果以表读取数值 则表示连续性 接下来您将要检查电路的接地侧 为此将点火钥匙转到关闭位置并断开OR传感器连接器 在OR传感器连接器的接地端子 线数侧和机箱接地之间将数字万用表设置为欧母 关闭点火开关 如果以表读数超出极限 OL则电路的接地侧会出现断路 需要进行定位和维修 如果以表读取数字值则表明接地是连续的 最后您需要检查PCM是否正在正确处理OR传感器信号 为此请保留所有连接器的连接 然后将后探头电表导线插入PCM的信号端子中 将数字万用表设置为DC福特设置 发动机预热后 将仪表上的电压读数与扫描工具上的电压读数进行比较 如果两者不匹配 则PCM可能有故障或需要重新编程 请不吝点赞订阅